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星光奖结束后,杨子随父母返回内地 被粉丝围观表达对夫妻俩的爱 星光奖活动正式结束,明星们纷纷返回大陆 杨子也不例外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内地拍戏 快到年底了,我们小猴子的工作日程自然排得满满的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堪称绝望三娘 此次星光奖活动中,杨子的造型惊艳全场 他全程换了三种造型,每一种造型都让人惊艳 即使镜头在他面前,他依然美得无可挑剔 最值得庆祝的是杨子孩荣获电视剧最高荣誉奖年度电视男演员 这也是今年对杨子的认可,感谢他给影视平台带来的精彩 虽然星光奖活动已经结束,但后台仍然有明星们聚集聊天的照片 杨子的人气很高 不少明星都上来和杨子打招呼,甚至还一起拍了亲密合照 照片中可以看到杨子的父母,原来杨子的父母这次来澳门也是一同前来的 他们真的太爱杨子了 从网友晒出的照片来看,杨子的父母也被粉丝包围 杨子有这么多粉丝,他的父母自然也非常关心 现场有粉丝向两位长辈喊道,叔叔阿姨,我们太爱你们了 杨子 杨子的父亲显得有些害羞,脸红了,不停地对粉丝说谢谢 甚至有粉丝大呼,我太爱杨子了 两位长辈驻足与粉丝聊天,笑得合不拢嘴 杨子的父母也是非常善良的人,穿着也非常简单低调 一点架子都没有 网友纷纷评论杨子太幸福了 他的父母陪伴他参加每场活动 这样的家庭氛围真是太好了,我好羡慕 有人说,杨子如此优秀,离不开父母的专专教会 句号,杨子的家庭氛围确实很温馨 他的父母经常和他一起工作 此前,杨子公开发文庆祝父母结婚30周年 前段时间,杨子庆祝了自己的生日 在现场的合影中,杨父和杨母站在杨子的两侧 每个人都戴着紫色的围巾 画面太幸福了 杨子上海机场照片曝光 他穿着休闲又优雅 他穿着一件浅绿色夹克搭配牛仔裤 戴着一顶棕色毛绒绒的帽子 他看起来很温暖,但这么冷的天 他却没有穿羽绒服,尽管他戴着口罩 但我感觉杨子还是很累 他来来回回的辛苦,肯定没有时间好好睡觉 尽管外面很冷 杨子上车后依然热情地挥手向粉丝打招呼 看上去十分友善 如今杨子已经31岁了 他的感情状态依然是一片空白 希望他能早日找到自己的MR RIGHT 不知道是谁这么幸运 嫁给了杨子 进入了他们这样一个氛围的大家庭 来 非常精彩 星光奖上 杨子一身黑色造型太酷了 他有一副漂亮的首席执行官的样子 星光奖上,杨子一身黑色造型简直惊艳 他有一副漂亮的首席执行官的样子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种时尚的神秘面纱吧 明星大赏是每年明星们角逐美丽的舞台 这部,当杨子出现在今年的颁奖典礼上时 他就像一颗刺穿夜空的明亮星星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这次他的黑色造型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不得不提杨子脚上的那双高跟鞋 这不是普通的高跟鞋 而是引人注目的东西 文章提到 杨子穿这么高的高跟鞋走路要小心 不然摔倒了就尴尬了 这让人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以身高和美貌为代价 杨子这次真是辛苦了 杨子穿的黑色裙子更是大胆时尚 高开叉的设计不仅秀出了他的美腿 也让人好奇这样的天气太冷吗 但杨子显然并不关心时尚 他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了一场时装秀 更让人兴奋的是 一位绅士风范十足的帅哥搀扶着杨子下了楼 这一刻 美丽的画面让人仿佛看到了童话里的场景 这不仅是一场颁奖盛典 更是一次爱情与时尚的完美交汇 文章提到了现场照片和精修图的对比 虽然现场图片展现真实的一面 精致的图片更漂亮 这让我们不禁要问 时尚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真实的时刻 还是一幅完美的画面 也许各有各的优点 但在这里 我们更倾向于追求美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下 这款黑色look的精致画面 杨子身穿这身黑色套装 看起来就像一个美丽的总裁 那眼神真实让人惊艳 他用时尚的语言来形容女人的独立与自信 时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盛宴 杨子用一席黑色造型 向我们展示了时尚的多彩与美丽 无论是实景还是修图 他都散发着短新的魅力 在这个时尚舞台上 杨子用行动告诉我们 时尚之美绝非偶然 这是杨子在今年星光奖上的黑色造型 让我们为他的时尚勇气喝彩 时尚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一种态度 让我们期待更多明星在时尚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杨子在星光奖上引起了轰动 父母全程陪伴杨子 尽显温柔 这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凭借在星光奖上的出色表现 让粉丝们为之疯狂 而这背后 还有他的父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杨子的父母无私地爱着他 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女儿 在工作上也陪伴女儿 此次星光奖活动期间 杨子父母还亲自陪伴女儿上班 让粉丝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爱与关怀 活动期间 杨子连续换了好几套造型 每一套造型都美得惊人 他的父母也到场 见证了女儿的美丽时刻 看着女儿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他们都松了口气 在颁奖典礼上 杨子更是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 年度电视剧男演员奖杯 这个奖杯不仅是对他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未来发展的鼓励 活动结束后 杨子马不停蹄地返回内地 继续工作 他的作品如此成功 以至于他的粉丝戏称他是绝望的小三 但无论多忙 杨子总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尤其是父母 近日 有网友曝光了杨子现身上海机场的照片 照片中 他穿着休闲装 没有化妆 虽然他看上去有些憔悴 但他仍然不忘记向粉丝挥手打招呼 他的父母也在现场陪着他 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杨子的父母一直都非常疼爱他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 他们都会一直陪伴在女儿的身边 他们的爱让杨子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幸福 我们也期待杨子在未来的发展中继续努力 给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野心是女明星最好的依美吗 杨子的气场正盛 网友 有作品就有自信 今年的杨子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一切似乎都是从他更换经纪人开始的 他的转变就像是从林家女孩变成了霸气姐姐 他不仅处于百依百顺的状态 在时尚资源和代言作品方面也处于全面开花的状态 尤其是最近的星光奖造型真实让人眼前一亮 可以高贵优雅 也可以霸气流露 确实改变了人们对杨子的印象 他今年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之前自己很谦虚 谨慎 不敢鞠躬 他说一切都是大家共同努力 把自己放得很低 现在他也会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他可以坦然接受赞美和赞扬 他确实付出了很多 他的努力值得赞扬 是的 当女孩子开始认真从事事业的时候 那种状态真的是非常美好 最近一段时间 杨子在央视的表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 第八十五名 他进不去 第九十名 也没有空间了 如果成欢级成功了 他最多只能加快转型的速度 但事实上 杨子从戏子变成了偶像 所以客观来说 并不存在转型这回事 相比标准的八十五 他确实和赵丽颖最像 但不够成熟和女人味 还是有少女感 所以家庭生活剧最好 他或许无法压抑职场女主角的气场 但看来他也有这个考虑 未来可能会尝试都市精英 所以只有作品才能被记住 只有不断创造出好的作品 演员才有自信 如果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 内心坚定 你就会成为更具吸引力 杨子还有 第九长相思第二季欢乐传奇 第九天长的爱情等正在筹备中 都颇受大家期待 尤其是长相思 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结局了 但是还是想看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欢迎讨论区